铁架和儿城每格小格子都经过计算 三毛红色和橘色小猪 原来肚子里还会填满上万只不同颜色小猪 铺满再装上LED灯 10号将会请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亲自主持点灯仪式 小猪的时候有人质疑说 这个小猪是塑胶做的 到时候啊 这个怎么支援回收 会破坏环境 运用装置艺术的技巧 化腐朽为神奇 赢家配刮起小猪旋风 每一只小猪铺满代表人民的支持 完成开心工程后 艺术家将一万两千多次的铺满回收 再利用组成装置艺术品 未来这一座巨型愤怒鸟将会公开拍卖 以及有企业家在第一时间表达抢标意愿 明镜需要航金全程建华